哈囉大家好,我是桑卡,歡迎來到我的遊戲頻道 在今天為大家介紹本週五即將登場的全新地獄集 窩金 沒錯,大家終於期待好久的超級破壞拳來了 那在騷擾街的朋友們會在這個頻道為大家做直播 如果說你們有什麼想看到的通跟隊伍也別忘了 在這部影片底下留言,我們在直播之後就會一一的幫大家嘗試通關囉 好,首先我們現在看一下這次關卡 我覺得算是有中間難度的 並沒有算是這麼簡單的突破 好,各種高康以及拼圖盾就是滿做球這次的團長或者是吸索啦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這次的關卡資訊 第一關就是要讓你洗技能的喔 那第一條血條,它攻擊力不高,並且是隨機可破盾 所以轉出比較厲害的朋友其實是可以透過 少消一康或多消一康來洗技能 那第二條血條更是可以洗技能喔 只要你在這邊不守消木珠的話 這邊就可以輕鬆的洗技能 那這邊的話沒有無時減傷 所以即使它攻擊力有三萬 你仍然是可以靠隊伍的一些特性 減傷來擋下來喔 好,第一關主要是讓你洗技能之後 第二關就可以開始開啟一些技能了 好,這邊是從附加效果消除 請注意喔,整個關卡只有這邊會附加效果消除 之後都沒有 所以如果說你有任何的附加效果 在這邊都可以直接的開啟 好,那來到這邊的話 它是不倒抑制30% 等於是說,它大於30%的話 它就不會讓它死亡喔 並且更過分的是 30%以下它會整版的鎖定 也就是意味著 你一次打死它的話 它就會再次的復活 並且會帶給你一個整版弱化的效果 所以這邊最好是可以帶一個炸版啊 炸整版的或是 版面復原的像是團長的一種技能去解決 這個G8的一個盾牌喔 好,那再來到第三關呢 總共兩條協調 第一條協調是技能封鎖 在這邊不能開技能 並且你要有八康以上的實力 那這個像是星矢這種自己隊伍有加康的 就比較不用太擔心了 那它本身還會有風化珠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在轉珠方面是比較要求的 那如果說你轉珠比較不行的話 事實上這邊是可以帶一個解鎖 加上...呃...開高康的一個技能 去解決這個八康以上的盾牌 都是沒有問題的 好,然後第二條協調是 就是克屬拼圖盾喔 在這裡,它的初始的屬性是木屬性 所以如果說呢 你是有帶一些把敵方轉換屬性的控場 在這邊就要注意你拼圖盾裡面 塞的屬性珠了 並且這邊沒有消到拼圖盾 其實它是會反擊50%的喔 也就是額外會有1萬... 1萬左右的一個...傷害 那如果說它是CDE在之後 它本身傷害的話 就會是突破3萬的一個... 敵方攻擊力 那再來是它是無視控制的喔 所以... 我剛才講的那個並不存在 就是什麼 敵方轉屬是不行 對敵方造成控制的 但是它這邊是沒有無視減傷的 所以如果說你是能夠擋下 3、4萬以上的敵方傷害的話 在這邊也是可以慢慢的磨過去 都是沒有問題的 好,來到第四關 第四關這邊是技能重置喔 不過這邊並沒有講到是 附加效果消除 也就是意味著 這個你可以開附加效果 就可以一路撵到王關啦 這是沒有問題的 好,那來到這邊是無視減傷的部分 所以... 這邊是不能磨技能的 如果你的... 隊伍的血量是沒有超過3萬的話 好,那再來是... 累積二重風化 二重風化這還好啦 它是CDE 所以二重風化這個 估計是可以靠手轉直接做解決 所以沒有問題 那這邊還有帶有個強化都要注意 好,所以第四關這邊就... 其實要注意就是這個重置技能啦 如果你...呃... 你隊伍血量是超過3萬 是可以在這邊 滿滿的有魔技能的 好啦,王關有兩條血條 第一條血條會先攻 所以要注意一下 你第四關進入到王關的血量 要超過這個1萬9 並且它是無視減傷的喔 所以... 你隊伍本身帶有減傷的話 在這邊也沒辦法擋下來 一定要實體血要超過這個1萬9 好,那來到這個... 先攻的部分 除此之外還有 有勢力的三重風化 那這邊是CDE的部分 所以不像是上一關可以這麼輕鬆 而且這個是多了一重的風化 等於是你要消三次 或說如果你會疊住的話 其實兩顆顆就可以解決了 那在這邊還有八康以上的追擊盾 所以不是那麼輕鬆可以... 呃...在你有石化柱 因為石化柱是不能消除的嘛 在有石化柱的情況下 還要到達八康 然後又不能開技能 所以這個情況下 在這裡就很吃你本身隊伍 的一個...呃... 比如說你隊伍也要有天降的一個效果 或是你直接帶星矢嘛 就直接高康 直接很猛 但是要注意就是這邊 如果你要洗技能的話 就是你要持續高康喔 這是比較麻煩的事喔 而且他還是無私減傷 那在這邊來到第二條血條是CDE 那是人竹強化拼圖盾喔 這邊是首次登場的這個拼圖盾型態 他還更要求了這個種竹豬 哇,越來越誇張了喔 這個扣血100% 那這根已經確定的是 你可以帶那種 無私拼圖盾的龍科去做解決 是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你沒有那種龍科的話 你只能夠拼他的盾牌 那你就只能帶一些 能夠轉出人竹種竹豬的 誰啊,就是童子星嘛 童子... 就又又又又作曲給童子星 問號 要不然就是用這次的團長啦 就是比較容易解這個盾牌 那跟甚至星矢其實也可以解啦 這個星矢也有辦法把你轉出這個 人竹強化種竹豬嘛 對,所以在這邊的話 這個...這一次的地獄集啊 總而言之... 算是中間難度啦 並沒有得到太簡單 但你也是有辦法解決的喔 那直接幫大家稍微上一個人人包 然後要注意的第一件事就是 對我實體血量一定要超過 19742 因為這邊有無視減傷的先攻 所以你一定要超過這個數字 這是第一個要注意的 第二個要注意的事情是 最好可以說... 多塞一點常駐增傷喔 因為你可以發現到這邊是技能重置 等於是你後面 除非你在這邊洗技能 要不然後面的話 你就... 呃...主要是靠這個... 常駐增傷之類的去碾壓 但還是建議在這邊洗一下技能啦 因為... 畢竟王冠還是必須要... 要有這個... 人族強化拼圖盾嘛 所以你還是要開技能去做解決 所以你的... 呃... 這邊就要扣緊到第三點啦 就是... 你的... 實體血量不少是超過三萬 因為這邊是無視減傷的三萬 所以你要安穩的在這邊洗技能 你至少要超過這個水準 那你就可以安心的洗技能 因為這邊是CD2 所以是可以... 真的可以穩穩的洗技能喔 那這是三個主要比較注意的事情啦 其他的... 你只要在第一關洗好技能 那其實... 二三關你就... 開一些技能就可以解決了 主要是... 王冠這邊是比較難解的一個部分 好... 那麼以上就是這次的... 地獄級關卡 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的... 地獄級關卡分析 別忘了按下你的訂閱按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就一定贊助你 然後上課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不對... 我們就... 晚上九點半見囉 大家晚安 掰掰